港大女生陳考文被控今年元旦在中聯辦外示威期間涉嫌用手打女警臉 凍區法院裁定襲警罪名不成立 平日喜歡赤腳到處走的陳考文可能見下雨 今次就穿上對雨虛趁短裙子出庭 他離開法庭時說裁決公正 又批評警方在證據不足下控告示威者是有政治打壓之言 這次案件的主審裁判法官也是早前處理包子金疾女Amina襲警案的袁慧明 裁判官說事發時情況混亂 陳考文踩上鐵欄高叫口號 懷疑背後有人不斷向前推撞 陳考文的手很大可能只是意外接觸到女警臉 並不是刻意襲擊 由於很難界定是意外還是刻意 基於疑點歸於被告 所以裁定陳考文襲警罪名不成立 ONTV東方電視記者周文妮不得